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淼淼 所有的材料呢 都买齐了 有什么好的想法呀 都已经在这了 都在这里啦 那赶紧告诉爹地 不要 你做完再跟你说 一定要做完才能跟我说吗 嗯 一定 好吧 那你就先做吧 好 不能看啊 不能看 换了什么 等我做完再给你看啦 做完才能看 还不让看 好吧 好好做啊 你都要专心哦 嗯 其实爹地 你看见啦 好了 不打交你了 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妹妹的镜头到哪了 我还没画完呢 好 这么不忙 那我去帮她吧 哎 别动别动 我去啊 好 再正还是像个老大 我为什么不能帮喵喵 这个啊 是喵喵的作业 你要让她自己还成 可我是她妈妈呀 我帮她做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肯定有很多的家长都帮孩子做的 你要帮她第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这么长次以往呢 孩子会依赖你的 这是个非常坏的习惯 明白吗 要让她独立 吃好了 十分钟之内 要把图画完 然后就可以动手了 嗯 她会不会做到很晚 我不想让她好业 我还是去帮她吧 来 坐下 坐 刚才在文具里 我就想说你了 我看你也买了一堆材料 你是不是 想动手帮她做啊 我没有想要帮她做啊 我只是想啊 如果喵喵需要我帮助的话呢 我立马就帮她 而且再说了 小木屋有那么好做嘛 她才小学三年级啊 哎 她不是才三年级 她是已经三年级了 三年级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而且小朋友做小木屋 不像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叫模型 不需要求精卷 不需要求完美 是希望她从这个过程里面 懂得怎么探索 那其实我们大人呢 有一个恶心 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呢 就喜欢看结果 但是我们要教会小孩子们 如何在过程当中 学习到什么 发现了什么 寻求到什么样的快乐 嗯 是这个意思 行吧行吧 不管是过程最重要 还是结果最重要 反正 这是妙妙来上海以来 第一个作业 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 教不了作业吧 没错 你只能眼睁睁看着她 不能伸手 正来 要是她教不了作业的话 妙妙被老师骂了怎么办 我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你错了 如果她被老师骂了 那她一定会记住这次教训的 她再也不会敢要下次 她一定会好好完成作业的 这样叫生活教育 明白吗 你们俩还真是一个鼻孔俗气 我这个做妈妈的 真的不知道出什么力 怎么帮她了 你啊 不要太使力 你明白吗 慢慢来 你应该来 你帮我 你 快点 我 很快 你 你 还 放下 我 我 我 你 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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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在外面等你 快点出来哦 来 淡淡 作业呢 作业怎么样拿出来 如果今天不叫作业的话 老师会批评你哦 阿姨昨天看你睡着了 觉得你太辛苦了 所以就帮你做了 快去把作业拿出来好不好 今天就要作业了 老师会夸奖你的 阿姨昨天看你睡着了 觉得你太辛苦了 快去把作业拿出来好不好 今天就要作业了 老师会夸奖你的 老师会夸奖你的 好了 咱们去上课吧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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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伤好点了吗 我给你带着点水果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不麻烦不麻烦 不用开车不用坐车 只要走上十六个台阶就到 真有趣啊 不过去楼上楼下 感觉完全不一样 你这一看啊 就知道没结婚没孩子 你放桌上吧 别端着了 好 你的朋友左先生呢 他去画建筑去了 他是画家呀 不是 他是在墾丁开民宿 但是我们都很喜欢建筑 看见设计巧妙的 都会把它画下来 那用手机拍照不就好了 那不一样 反正我也不懂 你怎么想着带红蹄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你看 我在手机上问过医生的 医生说 你现在身体的状况 必须要多补血 所以我才给你买了红蹄 你一会儿得多吃点 这样 我来吧 我给你洗一洗啊 我自己来了 没事 没事 你说你都受伤了 你洗也洗不干净 还是我来吧 这太麻烦你了 这么麻烦 有什么麻烦的 这一盘呢 我给你放桌上 你晚上回来可以吃 这一盘呢 我给你放桌上 你明天还可以吃 真是太麻烦你了 差不多了 我们走吧 走 去哪儿啊 复健啊 快点 好好好 你会儿赶不上了 有时间预约的 你手膛别开车了 坐我的吧 你车在哪儿啊 这 上来吧 上来吧 我做合适吗 快点 上来吧 这车这么烧 多麻烦 行我试试啊 哇 是不是很烫 怎么疼了 你手呢 喂喂喂 我手疼 你你抱紧啊 你别一会儿又摔倒了 你怕什么 抱紧了啊 你狠不得你摔了 坐稳了 走吧 走吧 你道 Ulf 你吃 iç 你吃吗 你吃吧 你吃吧 这下子 你喝吧 还是不得你 你吃吧 不得你 你什么事 你吃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郑莱 你叫我同单就行 这货是我闯的 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 郑莱 郑先生 是 麻烦给我过来一下 好的 郑太太 请在外面收拾我一下 走吧 好 郑先生 请 好 郑太太 郑姐 宁小姐回来了 淼淼呢 淼淼在房间里 她今天怎么样啊 心情 她回来的路上啊 什么话也没说 不知道遇上什么事了 我小孩子嘛 刚换了一个新环境 难免有一些心理过程的 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只能多做点好吃的 希望她开心点 谢谢高姐 不客气 那没什么事我先忙了 嗯 喂 姜老师 哎 妹妈妈 妹妈今天没有交作业啊 没有交作业 嗯 怎么会呢 她已经做好了呀 可是她并没有交给我呀 那我知道了 不好意思啊 老师 没关系 嗯 谢谢你 好 再见 再见 淼淼 为什么没有交作业呢 为什么呢 我告诉一下阿姨 那不是我做的 我的作业 我不希望别人帮我做 可是阿姨想跟你一起完成作业啊 我的家不是城堡 我的家在肯丁 淼淼 你的家在上海 谁说是怎么做的 我给我们做的事 你也说是有没有交手 他是怎么做的 我的家里 只要怎么做的 你做的事 好像是因为你做的事 我算是让你做的事 我做的事 我做的事 你做的事 我做的事 我做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喵喵 喵喵 还有货送的马卡龙便宜你了 喵喵不见了 你别着急 我帮你找 喵喵喵 喵喵喵 咖啡 哎 因为今天穿着什么衣服啊 好 好 妙妙 走 你个八岁的孩子 才刚到上海的能认识我吗 他可不是一般的 不行主 意思帮妈找找 等会儿 等会儿 喂 好 我知道了 马上来 怎么了 妹妹找到了 找到了 妹妹好 来 喝杯热可可 暖暖身子 谢谢 你今天一个人过来 你知道路啊 是公车司机载我来的 公车司机载你来的 那 你知道坐哪一班车吗 我是问路人的 好聪明啊 你这么冷静 挺像你爹地的风格 但是下次不要一个人搭车了 不然爹地会担心的 可是我打电话给他们 他们都没有接 我想说应该是爹地去上班了 所以才自己来的 妈妈呢 怎么不让妈妈带你过来 是阿姨不是妈妈 阿姨 所以自己跑出来的 淼淼是不是和阿姨闹不愉快 所以自己跑出来的 好啦 来 吃点东西吧 淼淼 淼淼 爸爸 爹地 淼淼 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跑出来了呀 我有 留纸条啊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上次是爹地带我来这里 又看到一个公车牌 所以问路人就过来 你吃饭了吗 刚刚有给他泡热可可 还有一些见过 谢谢 妹妹啊 以后你要出门 你得跟我们说一声 你知不知道 我们不能多担心你啊 你干嘛一个人跑出来 太危险了 自己啊 去吧 让我看看 你怎么肯一生都肯就跑出来了呢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你怎么肯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把淼淼捧睡着了 对不起 我没有看好淼淼 好了 妈 淼淼没事不就行了吗 你累了一晚上了 赶紧回去睡吧 其实我想带淼淼一起回家 我知道淼淼在生我的气 所以从刚开始就不愿意跟我讲话 也不想跟我一起回家 也许我用错了方法 但我的出发点没有恶意 明白 好心做坏事就是见了下场 嘘 赶紧回去吧 来 我送你 再军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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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别说了 有话没人再说啊 你别这样对她 她又不是故意的 你干嘛去啊 我也不能说话 拒责我行不行啊 去吧去吧去吧啊 去发气发气 去吧 我的话在鞋时尚时尚最深的 喂 孟警官 你走先生 这么晚还出门啊 我 那去找一找 对了 您庙庙找到了吗 没事了 郑磊刚把蓝红睡了 那 那 这妙妙到底是谁的孩子啊 我的 不是郑磊的 女士 那我不跟你说了 走了 喂 你的 他的 他的 你的 什么 太乱了 他 对了 对了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早上好 你怎么这么早 我来送妹妹上学 妹妹呢 正理说她上学了 显不无间事情你真的做错了 那我给你那本 妹妹养成绩 你到底有没有看的 我看了啊 我一个字一个字看 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多遍呢 那39条说什么 45条呢 我是很认真地看了 但我也没有背下来 第39条 千万要尊重她的自由意志 不要把她当是小孩 第45条 要相信她的能力 不要干涉她的创业 如果你真的有认真看过那本笔记 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啊 妙妙是个很有主见的小孩 我们给她的教育 就是让她自由发展 尽量鼓励她 背来自己的想法 你要相信她的能力 她的创业 会让你无法想象 我知道错了 谢谢你的教诲 下一次绝对不会再犯 据说你这些态度 是正确的 当然了 我是妈妈呀 就算我错得一塌糊涂 我也有勇气重新来过 这么乐观 嗯 我现在很清楚 我也很知道 妙妙跟我不亲 甚至她现在在回避我 你看我像是掉进了绝境吧 但我并没有把这些挫折 当成我的绊脚式 相反的 这每一个挫折 对我来说 都是可以更快 靠近妙妙的垫脚式 挫折累积多了 垫脚式就一个一个跌上去 到时候我就可以 越站越高 里面门越来越近 那你好好加油吧 你多给我一些鼓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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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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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什么日子 小萌董事长约我吃饭 受宠若惊啊 行吧 那我就直说了 你早就知道 我把淼淼就来上海了吧 不光淼淼 好 索在俊先生也来了 对吧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若要我不知 绝对不可为 因为我是无所不知的 我是我的父亲 我是肚子里的小蛔虫 你先不要用你的头绕口令 想要绕晕我了 其实 我早就怀疑 我在美国的时候 最后你就知道淼淼在哪里了吧 你是淘人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不会跟他们联络的 我只是想知道淼淼过得好不好 你为什么还不愿意告诉我 还要骗我说你没有找到她 你老实告诉我 你要是知道淼淼的下落 你会不联系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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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猫 我不告诉你 是希望你自由自在地生活 这些年你过得太苦了 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下去 你应该把过去的包袱都扔掉 重新开始 寻找你自己的幸福 你想让我忘掉这份情情 重新开始 这是不可能的早然 妹妹是我的女儿 我绝对不会放弃她 接下来的日子 我就想一心一意地守着她 给她最好的生活 你一厢情愿吧 我换句话说 淼淼跟你在一起会幸福吗 据我观察她在上海的这段日子 一点都不幸福 她要是幸福的话 会离开你吗 那 那只是过渡期 过渡期啊 多久 妹妹并没有你看到她那么不快乐 是 应该说是比我看到的更不快乐 我相信妹妹很快就可以 适应上海的生活 宁晓蒙 你不要再硬撑了好不好 很快是多久啊 一年两年 十年二十年 这不是硬撑的事情 你现在是不是还看不到事实啊 你是不是不知道事实 我现在告诉你 事实就是 你不开心 妹妹也不快乐 所以你这样坚持下去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你们要是 教授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这个处境 他会高兴吗 所以你不能告诉他 我爸爸原本就不知道 妹妹的存在 我绝对不能让他知道 算我求你了 拜托 算我求你了 拜托你了好不好 宁晓蒙 你为自己的幸福想一想好不好 我知道 我今天的话 特别不中听 你很生我的气 但我还是要说 我可以保证 我说的所有的话 都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 都是我的真心话 你相信我好不好 你现在放手 对你还有妙妙 都是一件好事情 那无论如何我 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都会站在你这边 谁让我今天过来 剩你这顿饭的 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都会站在你这边 谁让我今天过来 剩你这顿饭的 出来了 喵喵 好不好 爹地 喵喵 怎么样 这一会儿开心 这一会儿好不好 上课上的好吗 这就很冷 外面宁夏九度 哈口气哈 一二三 我的最远了 你的最远 我的最远 我的最弧 我的是这样子 还有我还有我 哎 我 我 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哦 那我把我解回來 不要 就那個 就 就湖北那個 對 老帆越輕的解開 就飛得越高 這個水池 對 越尖的 要平的 要 對啊 這樣 我加油 快快快 加油 快點快點 好的 一二 二 可以啊 不要再剪回来啊 好 那环保啊 是不是就全部剪回来 有没有 从小学习环保 对 預備 3 2 1 哇 預備 哎呀 已经是第六次了 什么 叹气啊 又是家里的事 嗯 家里的事就是身不由己的事 家人 是最可爱也是最可恶的一群人 他们可以给你最大的快乐 也可以给你带来最深的伤害 那次你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关于生命中的身不由己 你欣然接受 应该也是不情愿的吧 烦恼并不代表不介绍 正是因为接受了在意了 才会觉得烦恼 烦恼呢 又是思考的开始 而思考 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给你 这个 薄荷糖 清身型的 把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你要不得了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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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放入冰箱 炒至冰箱 放入冰箱 我猜你心里现在在想 你没有完成的那个建筑梦 没错吧 在肯定的时候 你还经常记一些小案子 小的建筑方案 就是不希望自己丢掉了那个梦想 我来上海几天 到处逛了一下 上海挺有意思的 什么类型建筑都有 感觉回到读书的时候 好多好多想法 有想法呢 就去实现它呀 我能买这房子 也是这几年拼出来的 我当然知道你的努力 我为了喵喵 毕业之后开了民宿 也吃了不少苦 不过一切都是值得的 所以呢 我现在挺开心的 你呢也一样 这次到上海 可以继续完成你在大学时候的梦想 继续写大力的情书 你放心好了 我会做到的 其实人生呢 非常非常短暂 我们的时间很有限 在有限的时间里呢 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стало从而无研 你平凡在 Halo